主打奢華 點餐後 影城服務人員會幫你送到桌上 一張電影全票就要價880元 有民眾想要享受尊爵服務 卻換來一場噩夢 夾起豬排 仔細一看多處都是紅色 疑似沒有煮熟 民眾18號到大直影城 買了兩張電影套票 點了豬排 雞塊 熱狗寶 兩杯紅茶等 一共花了2340元 沒想到吃完當晚 開始肚子痛 上吐下些五六次 指控血性向影城反映 過了一天依舊不聞不問 民眾19號就醫被診斷是急性肠胃炎 對此台北衛生局卻說早在16號就曾去稽查 當時發現作業人員沒戴口罩和工作帽 洗滴區也沒張貼洗手標示 客用餐具沒有適當覆蓋等 多達7項衛生缺失 限期於4月23日前改善完畢 若覆查人不符規定 儲6萬到2億元發還 太可怕了 但我覺得政府也應該要去管控了 我畢竟也是花錢了 品質還是一定要顧 對此影城回應 收到消息後隨即慰問顧客 承諾會全額退費 也會對出餐服務流程重新檢視 加強評管 不過民眾花大錢 身體卻受罪 對影城食安信心也大幅降低 記者李青 終體育台報道